大家好 下一場的話就是有Albert講Tonel Cache V2 然後就 換你 大家好我是Albert 下角是今天的slide大家可以掃一下 這個QR Code也都會在每一頁的右上方 所以如果來不及的話也沒有關係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講Tonel Cache V2 名稱叫Private Pool 它的一些相關的Design 那開始之前就是先跟大家自我介紹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Albert 然後我現在目前在FullCombo裡面擔任Smart Country Engineer 大概在裡面主要工作就是一些Smart Country的開發跟Design 然後我本身在2018年的時候開始加入加密貨物區區塊鏈的行業 然後平常興趣也是會看一些企劃Poke 一些始作跟設計 然後我會不定期在我的Twitter上面就是會發一些分享這樣 所以今天主要講的Tonel Cache V2 也是自己平常私下興趣去看它怎麼做的 好然後這是今天的Agenda 然後我們大概分三個部分 就是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Tonel Cache是什麼 但可能有一部分不知道 所以我會先稍微講一下Tonel Cache它是怎樣的服務 然後跟它一些實作邏輯 然後會講一下什麼是Proof or Innocent的概念 就是無辜證明的概念 然後之後會講到整個V2就是Privacy Pool 跟原本的V1有什麼不同這樣 好我們先從Tonel Cache開始 Tonel Cache的話它本身就是在 建構在以示論的網路上面 然後它是想要提供一個Private Transaction的一個服務 那所謂Private Transaction就是 在區塊鏈上面大家發Transaction的時候其實 就是資料都還滿都會被公開在BroadChain上面 所以你會有看到一筆交易會有Sender跟Receiver 就是會有To跟Front 然後可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人的天性就是我不是很想說 尤其是區塊鏈上面就是很多都會跟金錢比較有關係 所以大家不是很希望說我的錢的走向被其他人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就會想要隱藏自己就是這筆錢到底從哪裡來 所以Tonel Cache就是想要做到就是看可不可以隱藏掉一筆交易中 就是Front的那個角色那個Source的角色 所以 就以這邊的例子就是Alice他會傳一塊錢給Bob 然後 如果經過Tonel Cache的話我們只會看到Bob收到了一塊錢 可是我們會不知道說Bob到底是從誰那邊收到一塊錢 這是Tonel Cache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他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就是混閉器 就是你可以想像是一個黑色的一個黑箱子 然後在這個例子裡面就是Alice Andy跟Tay他們都送了一塊錢到這個黑箱子裡面 然後Bob從這個黑箱子拿了一塊錢出來 但我們只知道Bob從這個黑箱子拿錢出來 可是我們不知道那個一塊錢到底是從這三個人身上的一塊錢哪一個人拿出來的 這是那個混閉器的概念 那在這裡面也不是說任何人都會進來這邊就是從箱子拿錢嘛 因為這樣是很不合理 就是大家就把裡面的錢幹走就好 所以他一定要維持某個 Cualify某個資格這樣 然後這用一個概念就是跟我們現實社會中用的概念很像 就是有一個像是收據的東西 就是我們今天 像大家如果去寄放行李的時候 我們就把行李寄放在櫃台 然後他可能會給我們一個收據 然後下次我們就拿這個收據的時候去領我們的行李 他概念是一樣 就是你要擁有這個收據的人 才可以去這個箱子裡面拿錢 但他跟我們一般的現實生活中的收據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現實生活中在寄放行李的時候是 這收據是櫃台產生給我們的 但在區塊鏈上面就是產生收據這個方法 基本上會應該就是他如果是記錄在公開的Country上面的話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他的方法是什麼 然後因為他也知道說 大家發Maybe Translation的Input是哪些 所以很容易有可能會被造假 所以他跟區塊鏈在產生這個收據的狀況跟 一般現實中有點不同的是 他不是由Tonel Cache產生的 他是由User自己產生的 所以變成說在這個Cache裡面就是 Alice要產生自己的一個收據 然後加上他一塊錢 把這兩個送到Tonel Cache那邊 然後私下再把這個收據拿給Bob 然後Bob就拿這個收據去Tonel Cache領這一塊錢這樣 所以是一個 比較跟我們現實生活比較不同點的部分 那我們來細看一下這個收據 實際上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收據是由兩個值來組成 就是這邊是secret跟nofile 然後他是這兩個值 然後做hash之後會得到這個收據 那這也是在實務上面你會在Country看到的 然後Country裡面這個東西是叫commiment 然後因為他是經過hash的值 所以你基本上是沒辦法 從這個收據去推斷說 他的secret跟nofile是原本長什麼樣子 那這本身也是hash function的特性 然後為什麼要分成這兩個值 就是secret跟nofile 那nofile在這邊其實是有 有另外一個意義的 他是為了要防止double spending 那等一下會 後面的時代會會講到 他怎麼去用這個東西來防止double spending這樣 所以前面只要先知道說 收據是由secret跟nofile這兩個值 hash而成就好了 好 那我們回頭來看收據這件事情 收據這件事情其實 它背後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有收據的話代表 Alice之前有做deposit 就像我們有把行李放在櫃台 我們才能拿到那個收據嘛 所以有收據代表Alice曾經把錢放到 tornado cache裡面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Bob可以拿著這個收據去領錢 但他只能領一次 因為照理講就是 他不能一直領嘛 他只能領一次之後 這個收據應該就 要以某種程度方式給他無效化這樣 他就不能再多領 那tornado cache也是朝這兩個方向 去設計一些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先從deposit開始好 那tornado在證明 Alice有沒有做deposit的時候 其實用了兩個工具 一個是MircleTree 然後一個是 Lero Knowledge Proof 就是所謂的LKP 那這邊稍微講一下MircleTree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MircleTree是什麼 不過我還是稍微講一下它的一些特性 就是在這裡面的話 MircleTree就是一個 顧名思想就是一個Tree的結構 然後它會有樹膏 然後會有root 然後會有樹葉這樣 然後這邊的R是 你要先想的是資料 但實際上實物上面那個R就是 剛才講的那個收據 每一筆收據 然後所以樹葉的話就是每一筆收據 那樹葉的parents是由 這兩兩樹葉做h而成 所以就是 以這邊例子就是 R5跟R6會h成他們的parents 然後以此類推往上的話就是 H的R5 R6跟H的R7R8 又會做h然後成為他們parents 然後一路往上會有一個root 那這個就是MircleTree 然後MircleTree會有一個特性是 今天假設我下面的某一個值改變 假設我R7改變 那R7改變了 它就會改變它的parent值 因為parent是這兩個做h 所以它改變它parent的h R7R8值 然後相對又會影響他們的parent 再一路影響到root 所以簡而言之是 只要下面的MircleTree的程式 下面的leaf如果值改變的話 上面的root會完全不一樣 這是它的特性 那MircleTree它還有另外一個特性是 今天假設我要證明說 這個R6 我要證明說這個R6的 這個值是存放在這個MircleTree裡面的 其中一個樹葉的話 我不需要把所有的 葉子的資料全部撈出來 然後就是量兩座h計算出那個root 我只要說 我只要提供說 我覺得我要證明R6是這個 樹裡面的樹葉的值 那我只要提供R5 然後跟這個H的R8 R7R8 跟H的R1234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量兩h算出一個root值 然後我只要比對這個root 跟鏈上記錄的root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是一樣的我就可以證明說 這個R6的確是在 這個MircleTree裡面的其中一個樹葉 那原理就是 反正就是量兩h 這應該就不需要再特別解釋 那 在同一 cache裡面 它就是用MircleTree 去記錄每一筆 Depasse進來的資料 所以 以這邊來講就是 給搶成 這是那個 Ternal cache的 DepasseMircleTree 所以下面每一個都是剛剛提到的那個 收據 所以它每一筆進來之後 假設R7是新的Depasse 它就會記錄在R7這個位置 然後它就會更新 該更新的值 然後最後去更新這個root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證明說 我的確之前有在 Ternal cache裡面做Depasse的話 其實我只要證明 就以R6來講 我只要證明說 給這幾個值 然後證明他們算出來的root 是Ternal cache上面的root的話 這證明我的葉子 的確在這個MircleTree裡面 相對也證明我前面的確做過Depasse 所以這個就是Ternal cache他們在 驗你之前有沒有做過Depasse用到的原理 可是 這是主要的原理 那如果我們直接把這個原理 直接implement在鏈上的話 那其實也是做得到這件事情 可是它就喪失了隱私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假設我直接把這段邏輯 就是直接寫好說 在驗證的時候我就 因為在鏈上大家都看得到資料嘛 所以我看得到你提供的是R6 你提供的是R5 然後這些值 所以我知道 你今天要證明的是R6這個位置有存錢 那代表你要從這個地方拿錢嘛 所以就是 那就是上市引捏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 它用的另外一個工具 就是DKB來隱藏掉這件事情這樣 那 DKB這邊就是 我不會 它是一個很嚴謹的一個 數學 要很嚴謹的數學來證明這件事情 那個技術 可是這邊 我就稍微講一下它的 概念就是 是什麼就好 因為 這個比較像是在講一個應用這樣 然後 DKB它主要的 概念是說 它提供一個方式 來證明說 就是 假設你今天知道 某個秘密 可是 我提供的方式來證明 你知道那個秘密 可是我不用把這個秘密給你看這樣 那 舉一個 非常不嚴謹的 範例 就是 假設我今天說 我知道 0XIPC這個地址的Private Key 那 我說我知道這個Private Key 可是我沒有什麼方式是不用把這個Private Key給你看 然後我還可以證明說 我真的 有極大機率真的有這把Private Key 那其中一個方式可能是就是 你跟我說你要 叫我send某個 Ether 任意數量的Ether到任意數量你指定的address 然後 你可能 就是 假設你說 請幫我send1Ether到0X11 那我就真的send1Ether到0X11 然後給你這個TX你去reify 然後這步驟如果 重複很多次的話 幾乎是肯定說 我應該是真的有這個Private Key 不然不會每次都 達到你要送到某個數量到某個地址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 希望這個例子有稍微 就讓原本對LK沒有那麼熟 但有一個概念就是 反正就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證明我知道某個東西 可是我不直接揭露這個東西是什麼這樣 那 他應用在Toyote Cache的話 他就是 我們今天要證明的是 Alice曾經有做deposit 就是他的Leave真的有出現在 那個deposit的Modcast裡面 所以 那個秘密 我們要隱藏的秘密就是 這個secret跟nofile 其實他們兩個組成 以這個例子來講就是那個R6的h值 然後所以他有相對應中間會經過了R5跟那些 去組成這個root的中間值這樣 我們想要隱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不能公開 不然一旦在鏈上公開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到底從哪邊拿錢 這樣就失去了他原本想要達成的目的 然後我們會透過這個secret會產生一個proof 然後在做領錢的時候 會把這個proof丟在鏈上 然後給他做驗證 反正這個驗證也是 用DK的技術去幫忙驗證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鏈上也沒辦法看出說他到底做哪些事情 那驗證的結果就是會 就是會成true或false 就是有驗證或沒驗證過這樣 所以到此就是 在處理之前有deposit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catch是用mocle tree的方式 去試著去證明你的數月正在mocle tree裡面 來證明你之前有做deposit 然後用利KP的技術 來隱藏掉鏈上驗證這一塊這樣 那剛才前面提到他有做deposit 他另外一個是做double spending 就是你如何去防止bub一直拿著重複的proof 然後一直去跟他要錢 那這就會提到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一個角色我們暫時呼籲就是no file 那在那個你去領錢的時候 除了你要提供proof之外 你還要提供no file的hash值 然後因為這個no file是組成secret的其中一個要件 所以你可以想成這個no file跟secret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不是secret 這個收據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可以某種程度上是一對一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去領錢的時候 我要提供proof之後 我要提供這個no file的hash值 然後他去驗說 他會有一個map去記錄每一筆 這個no file的hash值 是他會用這個值當成key 然後後面的值當成你有沒有領過的標準 所以今天他會先檢查說 你這個no file的hash值有沒有被領過 然後你這個no file的hash值 是不是跟你proof裡面進的那個no file是一樣的 因為他可以把裡面的no file做h 然後再做比對 然後是一樣的 如果一樣的話 然後又代表這個值是false的話 代表這個proof 這個proof沒有 不能講這個proof 應該說這個位置的deposit資金 之前是沒有被領過的 所以有被領過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值改成除這樣 那我們把 剛剛所有講的東西 就是 快速用這個圖來勾輸入一次 就是 反正Alice他會拿的收據 然後這收據是用secret跟no file組成 然後加eether 放到tunetlocache 然後 他會拿這個收據的資料去產生一個proof 然後這個proof 就包含 secret no file跟 中間會需要計算的一些值 然後 bub會拿這個proof 跟那個hash的no file值 跟tunetlocache說我要領錢 那他在鏈上的話 會用dkp的方式去驗證說 你給的這個值 是不是可以算出 會算出一個root 然後這個root 是不是等於 鏈上那個deposit的root 如果是的話 代表你之前有領過 然後他接下來會檢查說 那 這比 之前這個位置 有沒有之前被人家領過了 去檢查這個map 如果沒有的話他就把這值改成除 然後就把他簽給bub 然後下次如果有人用相同的proof 或者是相同的secret 要來領這個位置的錢的話 就是會因為 他前面這個map已經被更新過 他就不能領第二次 好 這就是一個 比較 不是general 就比較 high level一點的tunetlocache 實作上 他會是長這個樣子這樣 好 然後 我可能講得有點快 請大家原諒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要講 proof of innocent 講這個概念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tunetlocache 遇到什麼麻煩 就是tunetlocache 現在遇到的麻煩是 他做他的工作做得太好 就是他真的是完全 你沒辦法 從他的技術那邊找出 說可以追蹤到說 這筆資金到底從哪裡來 那所以他因為做得太好了 所以很適合拿來洗錢 就是很多駭客都會用他來洗錢 那 洗錢這件事情應該是 不管在世界上哪一個政府 都是不被接受了 所以他就被監管單位盯上 在去年的時候就被美國盯上 然後就發生一連串監管行動 就是什麼 前端下架 然後 然後沒收Github的report 然後逮捕開發者等等 那 所以現在是 那些 前端是有回來了 report有回來了 不過就是 大家也意識到說 其實政府是不太會允許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管制的 這樣的一個 privacy的服務 亂在這個世界上的 所以就有人在思考說 那我有沒有 辦法說 想一個方式 就是既可以保證privacy 又可以防止被 被惡意的人使用 那我是不是可以 如果我可以提出一種 另外一種證明說 我拿到的錢 我領出來的這個錢 不是從那些髒錢來的 所以我 我就可以間接證明說 我的錢是乾淨的 那這個就是 Proof of Innocent的 主要的概念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 上面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想 就是 駭客去駭了某個破口 然後拿到錢 然後丟到Ternal Cache 然後下面就是 一般使用者丟 就是 我們努力賺錢 然後 只是放到Ternal Cache而已 那今天 我今天要領錢的時候 我提供另外一個Proof 只要 這個Proof 可以證明說 我的 領的這個錢的來源 不是屬於 這兩個駭客的錢 那就證明了 我的錢是乾淨的嘛 然後又可以 隱藏掉我的錢 到底實際上是 從這個CDE的哪一個 進來的 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 無辜證明的主要概念 那 那 Propercy Pool的話 它 剛才前面提到 收據 其實 在Ternal Cache裡面 包含兩件事情 就是你前面有做Deposit 然後你後面 只能拿這時候去Claim過一次的錢 那 在Propercy Pool裡面的話 其實有第三個 含義就是 你這個Proof 要另外證明說 我的錢是從乾淨的錢來的 那 它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它提出了一個概念 叫 AllowTree 那 等一下後面會有比較範例 可能會讓它比較清楚 AllowTree它 怎麼發揮它的作用 不過前面先講一下 它幾個特點這樣 第一個是 AllowTree它也是一個 MocleTree 它也是一個MocleTree 然後它是一個跟 DepositMocleTree 一樣速高 然後一樣節點的MocleTree 所以 在Propercy Pool裡面 它也是用一個MocleTree 來記錄這些所有的 Deposit的 紀錄這樣 那 這個 AllowTree的MocleTree 它 紀錄的是 有點像是權限 就是 它會記錄說 可以 Allow就是可以被提款 Block是不可以被提款 然後它紀錄的是 對應在 DepositTree那個 相對於位置上的那筆存款 可不可以被提領 我們以 這個圖來解釋 可能會 更清楚一點 就是 右邊是 DepositMocleTree 然後左邊是 AllowTree 然後在這個 右邊的 DepositMocleTree裡面 其實我們有 打兩筆錢 在Index0 跟IndexE的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 好錢 就是 比較乾淨的錢這樣 然後 所以 它在對應的 0跟1的位置 這是AllowTree 它就會標記成 AllowT 那如果我們今天 假設在 Index2這個地方 打了一個 很駭客打進來的 存款的錢 它幾乎在 Index2的地方 那相對應在 AllowTree那邊的 Index2這邊就會 被標記成 是一個 Blocked的狀態 就是 不可以被零款 好 這是一個 AllowTree跟 DepositTree他們的 一些特性 跟AllowTree裡面 幾乎的東西 那實際上 它在 做Deposit 不是 在做 WeJoy的時候 它的 它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首先 你在WeJoy的時候 你除了要 在ProvicePool裡面 你除了要提供說 我真的有做Deposit之外 我必須還要證明說 我提你那個位子 是在某個 AllowTree下面 是被允許提令的 所以我必須要提供 一個AllowTree的root 跟中間那些 會幫我計算出 這個root的 這些資料 以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 假設我要提你的位子 是這個 那一樣我要提供這個值 跟這個值 我才有辦法計算出 這個root是多少 所以那個中間資料 就是指這個 跟那個DepositTree的 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 如果我計算出來 這個 AllowTree的 這個root 跟我 就是這些資料 會算出一個AllowTree的root 然後跟我提供的這個root 如果是一樣的話 那 它的意思代表的是 在我提供的這個 AllowTree的root 這個AllowTree裡面 的相對於那個位子 是允許我提款的 就是在這個Tree裡面 是允許我提款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例子 就是 今天假設我們今天在 indexing這個地方 要提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被標記 是一個 比較乾淨 就是乾淨的錢 的位子 要從這邊做提款 所以它提供了這個 假設這是一個 由美國政府 所maintain的一個 AllowTree 那我就是把這個AllowTree 跟 這 中間需要計算的值 就 一併提交到 要做那些資料裡面 然後它就會 去計算 然後在實務上 計算的時候 它這個位子 在程式版裡面 它是寫實 這個位子會用 Allow這個值去 去做計算 就是我今天算的時候 我不需要提供 這個位子的值 我是只要提供它旁邊的 然後跟這個Node的值 然後它會 以Default這個值 因為它本身就是 只有允許Allow的人 才可以把 那個位子是Allow 才可以把錢拿走 所以它就是會 用這個Allow值去做計算 那 因為在這個 美國政府 maintain的AllowTree下面 這位子是Allow的 所以 我只要提供 正確對應的值 我就可以 比較出這兩個Root 是一樣的 然後我就可以去領這筆錢 那如果我是 在 想要在 美國政府 的這個AllowTree 相對應的位子上 是 它覺得你這筆錢是 是非法的 然後 它就把 相對的位子 給標示成 是一個Block 不可領錢的狀態 然後這時候 如果我又想領錢的話 該怎麼辦 因為 在這種Case下的話 基本上 我是不可能用 美國政府的 這個AllowRoot去 去做領錢的 因為 剛才前面提到 實務上 它會以這個 這個值為是Allow的 狀態 然後去做計算 然後算出這個Root 可是 在美國政府 這個AllowTree裡面 這個值 它就是標記成Block 所以 剛才提到說 一個重點是 你下面的 葉子不一樣 你上面的Root 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你沒辦法使用 美國政府 這個Allow的 MockleTree 去做 提令的動作 這時候 你就會被迫 用一個 不是美國政府的 Allow的Root 去做提令 至於 這個 不是美國政府的AllowRoot 可能是 另外一個國家的 Maintain的Root 或是另外第三方 或者是 我 我自己做一個 我也可以自己做一個 然後我只要做這個 AllowTree裡面的位置 我只要把它改成 Allow 然後重新計算這個Root 這也可以 所以 它等於是 強迫 要提領 如果是壞人 要提領的話 我就不能用一個 比較第三方公開 或者是 比較公正 被大家 就是認可的一個 Allow的Root 去做提令這樣 那這樣的 好處是 這樣好處是 它其實目的 並不是希望 你把 就是永久把你這筆錢 鎖在那個裡面 它目的比較像是說 OK 今天 你要把錢領走 可以 但是 我有一個方式 可以追蹤說 你這筆錢 可能怪怪的 因為你不是用一個 第三方公開 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 大家都知道那個位置 是 乾淨的 或是那個位置 是不乾淨的 你可能是用一個其他 另外做的Allow router 去把錢拿走 所以它目的比較像是 讓其他正常使用的人 依然可以使用這個服務 去保持他們的privacy 可是 如果是駭客要洗錢的話 他們依然有一種方式 可以去追蹤你這樣 所以 這比較像是他們想要 這幾句話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也有在想說 為什麼他不直接就寫死 就是 做一個他們自己的Allow tree 就好 然後寫在康墜裡面 然後你就要提醒的時候 你就是會 驗證就會失敗 那你就不能領走 然後 後來 再進一步一想 可能想到可能原因是因為 如果假設你今天要有 一個人去 應該說 Allow tree這個事情 他是需要狀態更新的 他不是說 我今天發生departee的當下 我狀態就更新好 因為 沒有人知道這departee的當下 有很多都是 駭客發生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發現 這是攻擊 然後這筆錢是髒的 可是假設今天 他們有能力 自己在鏈上 就直接maintain一個Allow tree 然後去阻止 這些駭客把錢拿走的話 是不是相對應 他們也有能力 去阻止 正常的使用者 把錢拿走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 權限在上面 他是唯一有權限可以去 更新那個狀態的人 這樣就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不沒 sense 然後也有可能跟他們 原本當初設計的意義 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就 在他們設計下 他們是允許任何人去 提交他們Allow tree的那些root 然後 他用這個root 是否被大家 公信的這個root 來追蹤 來判斷這筆錢 是不是髒的這樣 好 基本上 講到這邊大概就差不多了 然後一些簡單的take away 就是 Pool of Innocent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 另外的證明來證明說 我的錢是從乾淨的錢來 或者是我的錢不是從髒錢來 那Pool of Innocent 它其實就是 把原本的tunnel cache 然後加上 Pool of Innocent的概念 然後 所組合在起來的一個實作這樣 然後在 呃 看一下 這個 Allow tree裡面 它就是會去 驗證說 你該對應的位置 它是不是合法 就是 就是被 允許提款的 你要是被允許提款的 你才可以把 東西 才能把金錢圍做出去 所以 駭客就會被迫 你要用一個 不具公信力 或者是你必須要用一個 呃 你自己施假造的一個 Allow root 去把你的錢領出來這樣 就是它的主要的精神 好 然後 這是一些 呃 那時候看的時候 一些的reference跟resource 然後 呃 關於這tabic 我其實有寫兩篇文章在介紹 然後也有發在那個 呃 AtypeM-CNM-R上面 就是 比較細節的部分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兩篇文章 好 那就 時間也差不多 看看有什麼問題 好 那那個 謝謝Over 然後 看一下那個sido有沒有人有問題 有哪一些比較有名的 Allow root的擁護者嗎 欸 老實說 我這方面 我沒有太多的研究 有 但我知道有 有 就是 寫 就是 implement proversy pool的這個 創作者 之前也是找其同一個Locache的創作者 然後 呃 好 你好 謝謝你很精彩的演講 我想問一下就是 也是關於Allow tree這一邊的 因為我們知道 就像剛剛提到的 那個 我們 允許的 那些 應該說黑名單 白名單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直被更新的嘛 那 像就算是 就是 以 剛舉的例子是美國政府 來維護這個Locache的一個root 好了 那 他會有一個機制去 讓先前已經 比較舊的那些root 無效化的一個機制嗎 還是 他就是 一直疊代一直疊代 所以他會有 更新的root 但如果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得到他那個 比較舊的root的話 之後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可以用 那個時間點的資料 去把自己的東西 做出來 謝謝 在實作上面 其實有 有幾種做法 但以 Tonelocache來講好了 Tonelocache 他今天在 你提醒的時候 你要一樣要 就是 根據某一個root 然後去算出中間 就是去提供中間那些 要計算的資料 那 他其實會有 他會去記錄最近這十次的 的root長什麼樣子 所以變成說 因為他是 基本上是每一次 做deposit他就會更新的root 可是他會把這近十次的root 全部記下來 然後你在 提供的時候 只要是 這十次的root裡面的其中一個 他就算是 證明了你之前有做 deposit這樣 那 一樣在 我相信在AllowTrain那邊 也可以做類似的 類似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 你每次都要去 追上最新那一筆 因為 很有可能是我今天 要提醒的時候 剛好前面一筆 剛好有人在做deposit 然後 他又改變了那個root 那我不是又浪費了一次gate 所以他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機制去 去 優化 就比較像是 使用者體驗這樣 好 這是你要問的問題嗎 我覺得蠻類似的 好 如果蠻類似的這個東西 他的路可能 但不會 像 溫哥路的 可以記錄在 面上 那個是 隨時大家可以 國安提交的時候 我附上一個 蠻類似的部分 就是 直接去對照 現在在 面上 那 這樣的話 他可能 不會 像 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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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條路 不確定 對照 因為 沒有任何 事情 不會 對照 因為 如果 如果是 以 實力來講的話 假設 今天要有 一個 因為前面 忘記想一個小重點 是 就是 他 這邊 在 這邊看到 這是有 所以他的狀態是 可是你會發現 沒有 的位置 他的狀態也是 所以今天我在做 的時候 除非我 已經有確定說 這是一筆 不乾淨的資金 所以我才會去 update成這個 這個狀態變成 那他才會去 update整個 那個 aloutry的root 那這時候他才會有改變 可是如果 一般的情況下的話 大部分情況應該 這個aloutry都不會去改變他 這樣 好 那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欸 想請問 他這個資金存放 是有上限的嗎 就是這個slot 全部用完 就要開一個新的tornado ok 因為那個樹高是 應該只有tornado 那個樹高是多少 那個樹高是多少 好 那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 謝謝albert的分享 謝謝 然後 餐廣 餐廳